而另外屏东市唐荣国小四年级的谢信学童 他四年前呢在教室被老师压制在地 头部遭到的重疾送一只后死亡 而事后校方说学童是癫痫发作冲撞了铁门 老师制止那么家属呢告上了法院 结果呢法院采信了校方冲撞铁门的说法 司征母亲无法接受 最近她取得了当时候的监视引带 仔细的检查发现 儿子不仅没有冲撞铁门 反而是遭到老师用手肘用棒子殴打 甚至呢摔草带地 结果呢撞击之后后脑勺 这是案发当时学校公布的教室遗像 当时是说学童癫痫发作 老师才会上前压制 老师主动跟家长联系 所有孩子有状况 结果一二审法官全都采信校方的说法 认为学童是癫痫发作 学童的母亲不服 最近从法院取得教室内的监视器 才知道从案发前18分钟开始 儿子几乎都是遭到老师的虐待 你不是在打沙包 他是用力挥棒 挥棒云打 云打一直往后 就是一直在挡 那沙包他的重量有多大 其实他都是往他身上去 学童玩得害怕 三度放下球棒不想再玩沙包 但是杨健老师却不放过 他用右手肘 你看打他一次 然后再打他两次 他连去 连去用右手肘打他 云打一直不断地在跟杨三胜求饶 他要打他 踢他 他就用脚趾踢他 你看棍子在这边 杨三胜再次打他 然后棍子再次打他 然后他要把他棍子拿下来 杨三胜重力把他摔在地上 然后就把他压下去 之后把他压在地上 压在地上 注意看他是后脑找着地 他不是整个趴着 他是把他后脑找 整个撞击在地上的 事情发展到这样子 我们也不方便再讲什么 没有冲撞铁门的动作 只见瘦弱的学童 疑似遭到老师欺凌 拳打脚踢 摔地重击后脑的影像 这样说是癫痫引发 对于有子女在校园里的天下父母 你会相信吗